玉秀美術館成立以來 第一場回顧展現給永遠的館長李竹心 心靈的歸屬李竹心各展 將於6月1日登場 並將接連舉辦兩個檔期 延續到2020年 希望完整呈現兼具繪畫創作者 教育者及藝術推廣者李竹心的創作風格 與人文關懷理念 我們希望第一個就是說 把平林最髒亂的地方變成最乾淨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平林一些廢棄的空間把它 他是李竹心 是台灣寫實藝術的重要推手 新開一代風氣 更與企業家侯英明 葉玉秀夫婦共創玉秀美術館 讓藝術愛好者 得以一窺當代寫實藝術堂奧 從規劃籌建開始 李竹心就以堅強的意志力營運美術館 同時對抗癌症 從創作、教學到美術館的置業 李竹心毫無畏懼地大步向前跨越 也建立了典範 最敬愛的李館長李竹心先生 那他除了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油畫創作者、藝術家 以及學校老師之外 他更是推廣美術教育很重要的推手 玉秀美術館也是在他 以及葉玉秀女士雙方的 全心全力的經營之下所產生的一個場域 所以站在我這個地方 那面對人生重點不是工作或旅行 而是態度 你其實沒什麼好失去的 所以要全力以赴得果真 心靈的歸宿李竹心各展 是由李竹心的學生蔡明君 男人策展人 展出作品寒刮李竹心人生各階段的代表作 以及從未公開的私人創作手稿 並於美術館內重現他工作室的樣貌 為了呈現李竹心多元豐富的創作 以及美術館經營的理念與創意 展期也將連續舉辦兩個檔期 延續到2020年為止 這一次的展覽規劃 其實我們分為兩階段 然後第一個階段 是希望能夠邀請大家 用一個比較完整的脈絡和方式 來認識李老師的創作 以及他這個人的一個教育者 作為創作者 以及作為一位館長的特質 所以在一樓的時候 我們特別規劃了一個是工作室的重現 我們幾乎是把老師工作室四周的環境 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 還有他自己所挑選的畫作 擺在工作室裡面的環境的樣子 可以重新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創作者 他所選擇的面臨的環境 以及他創作的氛圍 那從二樓開始和三樓 就是比較完整的老師的系列作品的規劃 那二樓的部分是從老師在美國時期的 三件人體的創作開始 然後接著我們用一個比較是視覺上延續的方式 來將老師的皮箱時期包含了提琴的創作 然後包含人跟建築之間的描繪 以及皮箱 然後一路進展到皮鞋的創作 然後皮鞋再到了魚的描繪裡頭 逐漸的從他自身的創作擴展到 對外在環境的關懷這個部分 那到了三樓呢 則是從他外在的環境關懷開始進行到了首部的描繪 首部的描繪就進一步的再進到了老農老兵 這些在大環境當中他其實一直非常關心的是社會弱勢 以及邊緣族群的這些關懷 從皮箱出發 李竹鞋創作系列作品 有馬 手 老兵 以及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而最後的晚餐系列作品 則是李竹鞋試圖以全新角度 在詮釋李奧納多達文西的劇作 李竹鞋畫筆下的場景 描繪吃剩的麵包 沾染污漬的桌巾和灰塵等等 彷彿門徒離場後留下凌亂與孤寂 最後則是徒留一缕青煙 充滿了想像空間 記者張東仁 草屯採訪報導 好 好